立法院长王津平这一次跟学生会面是抛出了先立法再协商的方案 来回应学生以及民进党的诉求 不过却没有实际的解决问题 反倒是把这个服帽感觉起来是有卡死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两岸服帽协议在立法院可行路径全都被封死 几乎可说服帽本会期要通过的机会非常的小 至于王津平昨天关闭协商大门之后 在委员会的审查方案也宣告胎死腹中 不仅因为立法院长担任委员会主席没有法员依据 而且也因为蓝绿双方无法信任对方 在没有朝野协商状况之下 蓝绿只能够各自不停的排案也不停的杯葛 否觉得对方的会议持续的僵持不下 也无助于解决正义